今天是白文印 是一位书画家的名章 江桥梟和黑丽 黑丽是谁呢? 黑丽杨森 这位老先生 丙男 一位很出色的画家 有没有看过他的画? 有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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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苏护比的拍卖会 好像有一张池 有荣泉心的一幅池 画也有山岁 很出色的画家 其他题目都有涉及 一位领男派出色的画家 当时这个印就黑给他 善心书画 善心书画 一位百文印 一位百文印 让我们留意一下他的行刀的不滑 都是现在头衬 有肌肉 看上去三个小时 有肌肉 有肌肉 它是没有连贯的,好像书字下面的日字的位置是没有连贯的 也有粗幼的筆出来,琴刀很爽的 所以它这个白文的印章表现,又是另外一个变爆出 就是说好像汉印的整体的筆画都是很均衡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表演方法 再到下一个,这是一个行章 一个格言式的行章 修身 不是去揭冰那些修身 修你的心性那个修身 修身齐家 那个修身 这个印章的边栏也是很有趣的,它不可以一个夸夸 文字也有借边 也有静静静静静,也有斜筆的出现 但是很有趣的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 新字你要看 rapport 牆 together 像不像魔鬼拿着叉 yer 他的尾是开叉的 刚刚它伸着的尾部就转了出来 魔鬼身不是魔鬼身材 是魔鬼身 麻烦你收到魔鬼身 收回好些 老师右边多了一条直线 这个是装饰物 是不是虚伪太大 不是 这个可能大家也不会有一个清晰一点的议会 实在那些抗印应该是仿风力的人 应该是仿风力的人 所以你看到那一环一动了 应该是难一点 这边是珠民港工泥 再到隔壁的收尾 也是借到那边 盖边的阔的就是泥 但问题是它做得比较公正 没有那么多硬残 所以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件事 但是它也有点崩位崩位 缺口有点缺席 粗边那边是有点缺席的 这个应该是仿风力的 仿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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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了 又给我了 有点缺席 大家记不记得 有点缺席 我们每个都有了 都见过了 应该 你们每个手上有张屋契拿着的 哈哈哈 屋契的律师楼的印 以前是什么样的 知不知道 是用火漆的 然后一架火漆那么粗 碾着它 滴在那边 然后整个红丝带的红丝带 放在那边 然后拿个律师楼的钢印 然后一压压下去 然后再起身 火漆就粗意拿瓶契 律师楼的名字也放在那边 二红丝带到那边 然后几 było 他就 samples 然后用个盒子 Burns 放在那边 然后再把关带 绑绑绑 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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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e�� barking 把关碾送到后 就不要调声唱 堤想象 试一下风泥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么不幸,你走走走走,如果泥系列弄掉了一边,你真的有牌坊了 一来不来,现在就来到这里,但是后来因为跟着很多风泥出土 变成了他的造歌的模式被选客家引用在选客技术中的表现 那种仿风泥的印章形式也除了出来 好,你们去试试试试试试的模式 很好看